我感觉就是在吊斧的时候 这起肝空肝的概率会比吊底的时候要多很多 你发现这个问题 吊底的话可能是十肝重了七八肝 吊斧的话可能是三四肝的样子 吊斧的时候它的空肝的概率是要高的 这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这个呢 咱们有很多因素在吊斧的时候 那首先呢 就是说咱们在吊斧呢 整个县组的状态 它处于一个伴水平衡的状态 对吧 那么下面如果说是有余 它试探而掉 或者轻轻的尾巴甩一下 或者蹭一下线 那你的浮飘都会有动作的 对吧 都会有动作 所以呢 咱们在吊斧的时候呢 如果两米水深 你平时用两克的浮飘 那么你在吊斧呢 可以用到三克 三点五克 就是让它大一点 浮飘浮力大一点 对浮力大一点 那浮飘的尾幕呢 也让它粗一点 主要是浮飘的尾幕 对 主要是尾幕 它这个浮飘的尾幕 会粗一点呢 它就可以抵消掉一些 清口的信号 非常轻微的信号 小于卓耳 这个鱼帅耳 或者是鱼进窝子 这个水流带动的颜料 可以避免掉这些乱的信号 所以呢 就是在吊斧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选择 稍微大一点的水漂来做掉 那浮型上是不是也有点讲究 它的横截面 就可以粗一点 对 浮型上面呢 相对来说呢 咱们就是说 这个长一点的浮型 它之所以说是稳定 因为它整个浮飘呢 它的灵敏点 不在一个点上 它是从上到下 它都是一个 都是为了去稳固这个浮飘 可以选择稍微的长一点的浮飘 或者中长型的浮飘 我只要概率 我实干下去 我要保证五六干上鱼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有时候会碰到窝子里有小鱼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的钩子就得用小一点了 你得保证上鱼的概率 对吧 我只要概率 其他的我不要了 那么大鱼小鱼来都来都可以 鲤鱼小白条餐条等等都可以 这个时候你的钩子就得小一点 这个在那个打比赛的时候 待会以后就开始浮了 鱼洗浮了以后就能碰到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 这个窝子里面它是大鱼也有小鱼也有 那么一下来的时候 首先墙来的就是小鱼 但到下面呢 稍微雨体稍微大一点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掉 你在竞技的时候 要维素塞的时候 你要的是量 对吧 你不管大小 我只要量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你的钩子呢 就得适当的去稍微小一点点 就保证小鱼也能够入口 它啄一下就能入口 吸一下就能入口 这种情况 这个道理是不是跟你今天 就是用来钓那个扁鱼的话 把玉米都剪小一点 对我这个玉米你看都是一半 嗯 一半 然后钩子呢 比平时我钓草鱼的时候也用小 今天我这个是用的是7号的 这个意思 为了适应扁鱼的小口 对就是为了让它嘴巴小 然后让它容易入口 嗯 这是第二个 就是这个钩子的搭配 第三个就是咱们这个紫线的长短 嗯 它也是有讲究的 其实短紫线呢 它这个信号传递会比较及时 嗯 比较真实 那么它传到这个浮飘上的信号呢 也就比较快了 嗯 就是出现一些刷耳啊 或者试探耳都会有动作 嗯 那么你可以把紫线稍微的加长一点 加长一点去避免这些问题 嗯 因为它这个长紫线呢 咱们在做吊的时候 在半水的情况下呢 你有时候你觉得它是直的 其实有时候它是一个斜一点的 被水流吹着了 对 水流它是牵着这样子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它的范围大了 就可以避免掉一些 就是呃 不真实的信号 嗯 相对来说就是这个范围大一点 长紫线它用于效果也会好一点啊 对 呃 长紫线的话 它在 你这个吊符的情况下 这个 耳料 这个牵缀啊 到达到这个固定的这个位置之后呢 这个紫线的下档的范围会更大 嗯 那么它用鱼的效果呢 也会更好 嗯 嗯 那么小鱼其实它就是 速度比较快 然后它就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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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这个 这个耳团下去慢一点的时候 其实后面跟跟着的就是个体稍微偏大一点 嗯 嗯 这种情况 就是紫线的长短 稍微可以放长一点 啊 调幅的时候 再一个啊 就是咱们在调幅的时候啊 嗯 这个抓口看票项很关键 啊 哈哈 你要你要怎么 你要去判断哪一些口是 虚假的信号 嗯 哪一些口是真实的路口的信号 这个得掉一块以后你就能摸清楚了 对 这个得摸索一下 嗯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 有相关的视频 就是相关于就是 掉伴水怎么去看票项 嗯 专门的一期 有专门一期视频 嗯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呢 可以添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怪老巢 嗯 了解一下 那这里呢 我就不多讲了 嗯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 咱们在这个 调幅的时候啊 嗯 窝子也很关键 做窝吗 对 你这个窝子啊 你的频率打起来之后 窝子里面有鱼了 嗯 你就不能一味的去 打窝了 嗯 就是说不能去 过多的去打散炮 或者去打窝了 怎么样 嗯 你窝子多了 这个里面的窝子里面的鱼就多了 嗯 鱼就多了 它就开始抢 嗯 一抢 它就要就是 蹭线啊 各种信号啊 都会出现 嗯 所以鱼多了也不是好事 哈哈 你钓鱼的 咱们在钓符的时候 就是保持窝子里面有鱼 嗯 但是每一个信号呢 都比较真实 嗯 这样才能提高这个种鱼的概率 如果这个窝子里面鱼一多了 它就会加信号 就特别多 嗯 所以咱们打窝子呢 就是知道窝子里有鱼了 就不要再继续去打了 就相对来说 就可以 如果带散炮的话 你可以钓个两三杆 打一棒 钓个两三杆 就打一杆下去 嗯 散炮的这个比率要下降了 这个频率啊 要下降 这样去控制这个窝子里面的鱼 嗯 来做掉 如果窝子里面一群鱼在翻腾 对 这时候大家抢 谁都在抢 抢不到 然后看起来这飘向就特别多 对 它这个时候 它就整个在你的窝子里面 这个耳鱼那一块 就是在油 在转啊 它蹭线啊 怎么样的 尾巴甩到了 等等 各种各样的飘向 都没出现 嗯 那个又会发现 就是什么盾口 什么黑飘 根本打不到鱼 哈哈 哈哈 是的 是的 嗯